你还记得是多大的时候 身体上发生了什么样异样的感觉吗 十五六岁的时候啊 他这个病 首先说是走路 先不经意地摔倒 慢慢的呢 随着这个摔的次数就多了 而且呢 起来的时候也越来越困难 再后来就发现 这个上台阶啊 包括骑自行车什么的 根本就用不上力 尤其是胳膊 就是再往上抬的时候 是相当困难的 肌肉像这个宫二头肌啊 包括大腿这边 就是严重的萎缩 到2003年 我那个时候这个呼吸啊 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呢 说话是特别不清楚 比如说 我说反复 那个时候我会说成 反复 他用不上力 那个时候 说话的时候 有些口齿不清了 对 但是刚才我听你唱歌的时候 口齿很清晰啊 你的歌词基本上听得很清楚 你现在是怎么又变得 说话这么清楚了 中国有一股话啊 叫练什么有什么 我当时2000年到北京的时候啊 我在一个出租房里边住着 老师每天过来教我声乐 教我来练习这种 发声什么的 他也发现了我这个说话呀 特别不清楚 他给我买了这个报纸和杂志 然后 我呢 就是看着这个杂志 我按着上嘴唇 比如说啊 父亲 是不是很清楚 父亲 反复 揉 他这个功能已经失去了 但是呢 我想通过这种感觉啊 给他揉出来 确实经过几年的锻炼和努力 现在啊 可以说 越来 说话越好了 我在北京 第一个是因为我家庭 我不想让我父亲那么累 来照顾我 另外一个呢 我在北京是有目的的 我觉得我的生命可能不会太久 但是我希望我的作品 能不能像李白和杜甫的诗一样 流传下去 谢谢